好了 歌也听完了 我们继续了 我这还没说东北话呢 来了 我们接着讲了 现在讲完了两个了 讲完了两个了 一个是 一个是 好 这个 这个放哪 这就放着 不耽误看是吧 听了啥个颜色 这就要经验论了 是吧 好 那么 再接下来说 本list和mac都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要再介绍一个list的实现类 在这 叫做link link的list 这个ed和t 拼在一块的话 都t 都t的 link list 好了 从这个名字来看呢 其实大家就 这个 当然第一次见 是吧 以后你见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你就可以明确了 linked 本身有链表的意思 链表 链表 好了 linked list 这个东西呢 我们通过API 是吧 来对它做一个了解 同样 它也是我们list的实现类之一 所以你在这边也能看到 是吧 现在呢 除它以外 还有 那这个东西 在我们的这个tile包下 一样的 所以你在这点也行 你从这边找一下 在这呢 是吧 一样的 照过来 好了 那么这个linked list的话呢 从它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开始 什么呢 双链表 双链表 好了 实现了 两个接口 一个是list的接口 还有一个 这个接口呢 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学到 不过后续呢 我们会把 这两个给它补充了 尤其是这个 实际上这个呢 我们称之为什么呢 我们称之为对立 对立 那么linked list的稍有特殊 它既是一个 列表 列表 这个列 是吧 我们说例子本身是个列表的意思 列表的特点是什么 就顺序插入 顺序插入 那么同时 它也是个 对列 对列 不是这个对 对列 同时它也是个对列 对列的话呢 就有个特点了 叫做先进先出 同时它还是个什么呢 还是个双端对列 双端的对列 这个双端对列指的是 你在前面开始往 往前存 还是在后往前存 也都可以 就是 而言而总之 linked list很灵活 很灵活 因为它的内在的设计 最后导致它很灵活 好了 那么它也实现了这些所有的一些方法 那我们今天关注的实质上是关注它实现了list的相关方法 等什么时候我们讲对列 再提及到linked list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把它当成对列来看了 今天我们先把它当成什么来看呢 列表 好 那么 往下来 1.2的这个版本 是吧 和erlist的一块出现的 构造方法呢 你可以通过它来构建一个空列表 或者是借助一个已有的集合来构建一个链表 好 当然我这得明确一下 我们现在讨论的 这第六个 是吧 叫做linked list 我们把它称为什么结构 注意 这是结构 叫做链表结构 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链接 列表的意思 所以简称链表 链表结构存储 那么当然跟刚才我提及到的什么呢 我刚才又提及到了一些其他的 是吧 比如说对列 比如说双端对列 这是两码事 这是两码事了 后边我们再去讲了这个对列 讲了这个q集合 讲这个q接口 之后我们才去了解这两个 所以这个是后需要讨论的 那么实质上就是它的多态性 你既可以在现阶段把它当成链表来进行处理和操作 将来你掌握了q接口之后 你也可以把它当成对列或双单对列来操作 所以它是极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 它是个综合 它是个综合 所以它的用处也比较大 那么我们今天既然学习的是什么呢 学习的是List的接口 那我们就以List的接口当中所提供的方法来介绍它链表的特性 链表的特性 所以这个呢 这是了解 了解 后边呢 我一会加一项吧 加一项 了解 现在先说这个 链表 好了 回到我们的IP 创建的方式很简单 是吧 直接构建就可以 接着呢 看它一些方法 这里面的方法呢 我们关注于像这样的方法 也就是 collection和List 是吧 给予它的一些方法 add 是吧 或者是通过下标来存呢 这都有啊 对吧 当然也有什么呢 clear 对吧 也有contents 然后也有get 这些都有 发现了 是吧 index of last index of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 再往下来 remove 对吧 remove 当然是从这个 是吧 这两个啊 无参的这个一看就不是 list提供的啊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 size呀 size 图斯峻呢 图尔瑞呀 是吧 这些方法实际上都是 list给予的啊 list给予的 那先看这些 至于后边我们还会了解 与first和last相关的东西啊 什么first 你看remove last呀 remove first呀 这就是从头或者是从尾部开始完成移除的操作 然后像什么push pop呀 哎 这就是以站结构啊 后进先出 或者是对列的啊 last in啊 这个这个站的我们有一个特点啊 这呢 我也提一句 这都叫了解啊 现在呢 可能不深去讲啊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叫做 last in first out 啊 后进先出 后进先出的我们称为什么呢 我们称为 站结构 啊 站结构 啊 那当然了 还有一种 也要了解一下啊 这个叫对列结构 对列结构叫做 first in first out 啊 first in first out 叫先进先出 啊 先进 先出 所以呢 这里边 link的立次很灵活啊 它可以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 访问方式 访问方式 好了 那还是一样 回归到这 是吧 后续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们会提及什么 后进先出的特点啊 先进先出的特点啊 对吧 然后我们也会去了解 什么呢 这个push pop呀 进站出站呀 对吧 然后 像什么 像这个peak啊 像这个paw啊 对吧 这就是对对列的操作了 还有什么offer 啊 这些都是啊 所有带有first last 是吧 啊 这些也都是对于双端对列的操作 好了 那回过头来 关注我们本身的这段内容 就是list所提供的共性方法 那我们呢 也看了一下 是吧 list这个提供的它也都有 那我们就创建一个link的list 并且对它这些方法做一个访问 达到一个集合的这样的一个操作的效果 再关掉 嗯 保存 保存一下 好 这个arelist的下既有arelist的也有wecker是吧 它们同结构我就不换包了 那现在讲link的list换一个 第二 这个叫做 就得了 啊 啊 叫做 叫link的list 已经啊 好 加一个 castlink的list 好 创建对象 是吧 new一个link的list 那么 从这开始呢 我就建议大家了啊 直接在这用接口引用 啊 ll吧 啊 link的意思 是吧 接口引用 是想实现了对象 尽可调用接口中所证明的方法 那也就是 把现在的这个link的list 当一个列表来看 对吧 将来呢 你可能指向的是另一个接口 那这就是把link的list 当成什么来看呢 当成一个对列来看的意思 是吧 这不就是典型的多态吗 不同的引用指向 同一个对象 是吧 看到不同的内容 然后l 然后掉一些方法 比如说add 那往里面存一些基本的数据 是吧 好吧 还是用字符串吧 加几个 A呀 B呀 C呀 D呀 是吧 来放几个进去 接着呢 我们对他做一个循环的访问 好 访问的方式 当然 list的接口吗 肯定有size 啊 不是list的接口 我叫ll是吧 肯定有size 好 再然后 cself 打印 不换行的打印 ll l 点 g 按 然后 拼上一个杠T 好 最后换一行 当然 ll 点tosg也是有效的 是吧 看一眼 打印两次的效果 嗯 有了 是吧 也是一样 可以存多个对象 然后呢 tosg方法也能直接看到 好了 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应用 对吧 当然 基本应用还不行 是吧 他如何成为了一个链表 我们还是要对他究其原理去了解 对吧 现在我们了解了什么呢 我们了解了线性表 对吧 哎 线性表 也就是我们的urrelist 那 这个东西叫链表 啊 那链表是什么个意思 哎 我们还是要看其究竟啊 我还是要领着大家去追追这个原码啊 好 首先看看他的构造方法 从这儿跳进去 进来 好 这个构造方法你会发现特别有意思 是吧 里边好像也没有与空间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呢 什么都没写 那也就是说什么都没写 你在这儿构建出来之后 它就是一个持有了各个属性的对象 你想想对不对 如果他构造方法里啥都没干 他不就是创建了一个对象吗 而这个对象有几个属性 可能我们需要了解一下 几个属性呢 看看 first last 还有什么 size size的意思是不变的 就是代表了有效元素的特殊 那么first last 现在是什么类型 哎 叫node 对吧 不过呢 你只要知道这是个对象就好了 那此时 这是一个linked list的成员变量 是吧 实力变量 它里边是什么值 null 对吧 这也是一样 null 好像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这儿先明确一下 什么都没有 再然后 下面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 当你调用插入方法的时候 它要做什么事情 你只要知道这里边现在 涵盖了几个比主要的属性 是吧 一个叫做first 一个叫做last 一个叫做size 好了 那么当你调用add方法的时候 即是要插一个元素 到这个所谓的链表当中去 对不对 好 所以我们从这 要跳转到 这个linked list的add方法中 我不从这跳 从这一点的话 就去了接口声明了 从这进 然后呢 去看它的add 好 你看 它调了一个add之后呢 传过来一个值 这个传过来的是a 对不对 传过来一个a 接着它把a又给了一个方法 叫什么呢 叫link last方法 叫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我们就把这个a又给了它是吧 那我就看这个方法里边就行了 好 你再进这个方法 就进来了 好 这个方法 是谁提供的 是linked list自己提供的 对吧 好 它做了这样的几件事情呢 首先 它 用到了一个所谓的no的对象 叫什么呢 叫l 是吧 局部变量 附上一个值是什么 last last是什么呀 刚才我们说了 是不是null 对吧 好了 它附上了一个值 那么这个时候 它附给的这个值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们就要看一看了 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node是什么 好 点进来 node 是linked list的一个私有静态内部类 看到了吗 是一个私有的静态的内部类 那甭管它干什么用的 实质上我们一下就能明确 这个东西应该是对外部类提供的功能组件 对不对 我们记得我们之前讲内部类 我们说过吧 内部类是什么 外部类的功能组件 好了 那它到底给外部类提供了什么 它定义了一种类型叫node 当中持有了三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叫e e代表的其实就是object 好 我画一张图让大家便于理解 来 在我们的这个 不是 在我们的这个图案例上 加一个图 这我改个名字 这个叫做link list node结构 node叫节点的意思 不是我写全吧 node的节点结构 node就有节点的意思 我们后边呢 学到了像javascript这样的技术的时候 我们也会讨论node 好 我们谈结构 它现在 在这 这是一个类 对吧 这个类呢 有一个元素 有个属性 叫什么呢 叫 item 就是像的意思 一像两像三像 第几像的意思 好 item是e e就是object 所以它有一个object item 画一个 画它的结构 好 当中持有了一个 item 往这放 往这放 object的类型的 object的类型的 叫做什么呢 叫做item 好 我这画大点 这是一个node的节点 这是一个所谓的node 一个节点 好 那么这个节点当中 有一个item item就是一个object 类型的实力变量 所以呢 这里边 默认那就是node 要不然就是存个地址 是这意思吧 好 不急啊 再去体会 接着呢 它又持有了一个自身类型的node 也就是说 它又持有了一个对象 对吧 这个对象叫什么呢 叫next 然后又持有一个对象 叫做pre 这个previous 这表示上一个 这表示下一个 一个上一个 一个下一个 好了 那么 讨备一份 哎 这个闪掉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node的类型的 next 这个是node的类型的 叫做previous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previous 就是上一个的意思 这是下一个 这是上一个 好 那么 这样的一个结构 干嘛用的 你注意看 回到 其实没有了啊 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构造方法呀 传三个值过来 就是上一个是谁呀 下一个是谁呀 你这个自身是谁呀 对吧 这样的意思 好了 不急啊 不急 然后回到这儿来 你看他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 当你去放一个a进来的时候 这叫一个元素 对吧 好 他先去创建了一个叫做l的局部变量 这个l是谁呢 是last last我们知道 刚才看到了 其实就是null 是这意思吧 所以呢 他在你的内存结构当中 先有了一个 这个我有点话大 我 我稍是放小点 先有了一个 这个东西 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叫什么名字呢 叫l 然后指向了一个值是什么 last 好了 这个东西现在是空的 啊 有一个这么个空间 接着再往下来干嘛呢 又创建了一个节点 哎 在你的内存当中 又多了一个null的啊 又多了一个null的 好 这个null的呢 有一个构造 用谁构造的呢 l l是谁呀 哎 l是不是就是他呀 对吧 他里边是个什么东西 是个null 然后第二个是谁呀 是e e是谁 e是你传过来那个a 第三个是什么 是null 好了 那也就是说 他现在 把这个l所代表的 实质上这是块空间嘛 对吧 哎 他是谁呢 他是一个null 就存到了 按照我们这个构造方法 哎 跳过来啊 在这边 按照我们这构造方法 传了三个值 对吧 这第一个是什么 null 好 第二个是谁 是a 第三个是谁 又是个null 好了 那 这样就变成了no 四伏串的a 还有一个no 别着急 啊 这是不是一个no的节点呢 对吧 哎 当中存好了一个值 是不是把我们要存的那个值放进去 对吧 不过没没完呢 你看 这个值存好了之后 下边呢 又干了什么样的一件事情 把你新创建的节点设置给了last 哎 last的这个变量 哎 当然其实这我都多余画了 画两个结构好了 再画一个结构啊 换个颜色 这儿再画个结构 至于底层 放大点 好 这边呢 有个变量 有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什么呢 这个变量 就是刚刚我们在这看到的 叫做 null node 啊 new node 是吧 new node new node 接着 接着 他肯定是指向了这块空间 对吧 哎 再接着呢 再接着是怎样的 再接着我把这个new node又复制给了我一个linked list的这个last 那也就是说集合当中现在如果我想访问访问谁呢 linked list 他的last现在等于什么 等于了一个对象 是吧 这个对象有三个属性 第一个属性呢叫at 啊 sorry 这是我写错 啊 这个应该放到这儿 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null啊 第一个属性叫做item 第二属性叫next 第三属性叫previous 好了 有这么一个对象 它里面存上了一个null的地址 好 就是这个意思 那就表示我这个链表现在有了一个节点 这是一个最后的节点 这个节点呢 就意味着这是我刚刚创建出来的一个新的 好 接着 这儿做了一个判断 说这个l是不是个no啊 l是no吗 l此时不是了 对吧 刚才是不是在这负了一次值啊 所以呢 if不满足就走了else 好 else表示什么 add next等于new node 好 next就表示他的下一个 是这意思吧 哎 他的下一个是谁呢 实质上还是他自己 换句话说就是 我现在这个链表是长成什么样子 你看完这个结构 你去体会 链表当中有两个必要的属性 一个属性叫做first 一个属性叫做last 好 这个first和last 此时都指向了一个节点 一个no的对象 这个note对象现在是同一个 就是谁呢 哎 就是这个 就是他 好了 那么现在有了他之后 你注意一下 他里边 这个note对象分成了三个部分 自身的值 还有什么 上一个节点 还有什么 叫下一个节点 好 那么你现在 这个对列的开端就有了 啊 这个这个链表的开端 实质上就是在你内存上有个链表 好 这个链表呢 指向了下一个节点 这个下一个节点呢 又指向了另一个节点 好 他呢 又指向了一个节点 那这个时候 我在这里要记录的信息有什么呢 有第一个信息 叫做自身的值 好 A 第二个信息是什么 我有没有上一个节点 我没有 我这是 我这是第一个 是吧 我是第一个 好了 那我有没有下一个节点 有 他是第二个 那他里边又有什么 他也应该有一个自身的值 有一个上一个 有一个下一个 好 他自身的值 比如说 第二个插入的值 是谁 是B 好 他的上一个是谁 他的上一个就是A吗 是不是就是他呀 如果他有个地址 1111 好 那我这儿就是 1111 好了 那么 这儿是不是意味着 他的上一个没有 是No 那下一个是谁 是2222 那我这儿就应该是谁 2222 体会体会啊 一个节点 还有三个必要属性 值 还有上一个兄弟 还有下一个兄弟 啊 每一个节点都长这样 是吧 那么站在第一个节点的角度 他没有上一个兄弟 前面没有了 那么 后一个兄弟有没有 有 是谁 四个二 四个二就是他 对吧 那好 到了他这儿 他存了一个值是B 他的上一个兄弟是谁 是四个一 好了 那么到了他这儿了 他下边又要有谁了 C 那C的话是不是自身存储的是C 上一个兄弟是谁 是R 好 那他下一个兄弟呢 应该是D 好 那D的话 上一个兄弟是谁 是 3333 也就是说 他的兄弟 上一个是3333 下一个有谁 没有了 所以他是NUL 好了 那你这样来推算的话 是不是B和C 又有上一个兄弟 是又有下一个兄弟 他的上一个兄弟 是四个一 他的下一个兄弟 就是四个三 好 站在C的角度 上一个兄弟是四个二 下一个兄弟就是这四个四吗 体会体会 是不是这儿就应该是四个四 好了 不是地规啊 注意啊 不是地规啊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所讨论的这个linked list 他有一个头 有一个尾 头是谁 头是这个 尾是谁呢 尾是这个 那么伴随着你不断的加加加 其实就是加了一个又一个的no的对象 而这每一个都是个no的对象 当有了第一个 再加第二个的时候 这第二个就出来了 再加就是第三个 再加就是第四个 好 那么彼此之间怎么查找 注意 他每一个节点都会记录上一个是谁 以及下一个是谁 所以上一个我能找得到 下一个我也能找到 那咱们就连起来了 连在一块的这个多个节点 多个no的就是链表 就是链表 就是我刚才画那个图 不如直接画这个图了 我再来给大家整理一下 这儿呢 我就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是吧 这就算是什么呢 这就算是一个节点 是吧 一个节点其实就是一个完整的node 那么他有个地址 对吗 我就别让他node节点了 我给他改个名字 0x1111 好了 这就是我们插入的第一个节点 他的值是谁呢 是a 所以item当中记录了他的值 当我在插入第二个值b的时候 他就会在内存当中 再开辟一块空间 这块空间有个地址 是什么呢 是222 然后他们两个要做关联 叫做关联 我关联你 你关联我 好了 那么这是第一个节点 对吧 这是第一个 那他是第二个节点 那么怎么关联的 就是我这儿有一个下一个兄弟 指向了谁 指向了你 那我这儿就存入你的地址 好 当我存上你的地址之后 这第一个节点 想找下一个 是不是就掉next就找到他了 对吧 好 那next站在他的角度 他是最后一个 但是他就有上一个兄弟 他上一个兄弟是谁 就是这个 四个一 对吧 所以他的previas当中 存的是0x1111 但是下一个有吗 没有 但是是通 对吧 当你在创建插入c的时候 再插一个c的时候 是不是表示 又应该有一个节点 哎 又应该有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呢 又来了一份 他是第几个呢 他是第三个 好 他叫3333 好 他这里当然 这是第二个节点 存的b 第三个节点 存的是谁 c 好了 存了c之后 他的上一个兄弟和下一个兄弟 都是谁呢 你注意了 这是不是又产生了一个关联 他俩又关联在一起了 当他们两个关联在一起之后 这是兄 这是哥哥 这是弟弟 对吧 好了 那他指向的弟弟 就是地址 next 存上的是什么 是0x3333 哎 好了 通过333 通过 这个四个二 就能找到四个三 四个三 存的自己的信息是c 好 记录了上一个和下一个兄弟 下一个兄弟还没有 所以他这是no 上一个兄弟是0x 四个二 他是不是找到上一个兄弟 看到了吧 哎 这是不是链表当中的一个节点 两个节点 三个节点 最后还有一个吧 那再来一个 这 他是谁呢 他就是第四个点 对吧 第四个点 他存储的值是d 好了 他的next是no 没错了 他的上一个是谁 他如果是4444的话 他的上一个就应该指向 这个 所以他这是四个三 好了 那么站在他的角度 他就从 这又关联到了下一个兄弟 那么他的上一个是四个二 他的下一个应该是四个四 得嘞 这样的话 你想想 这是不就是个链 是吧 这是一个 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三个 这是第四个 你要想找 你得怎么找 你得先找到第一个 才通过他的next的 找到了第二个 再通过next的 找到了第三个 再通过next的 找到了第四个 这是不是一个链条下来 对不对 好了 体会体会 为什么一个节点当中 中的一个完整体 既记录了自己的信息 也记录了 记录了我的下一个兄弟 和上一个兄弟分别是谁 进而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内存当中 构成了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关联 我能找到你 你能找到我 咱们两个有关联 那咱俩放在一块 这就是一个链条 对吧 我通过你找到他 通过他找到他 这个链条就越加越大 越加越长 可以了吧 体会一下 那么他在你的内存当中 你注意了 可能我这个格子画的挺大 对吧 好了 那么在你的内存当中 长的可能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这是你整个的一块内存 好了 原来你的数组的要求 是一组连续空间 所以数组的分配方式 往往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一组 是吧 连续的空间 这是数组吧 线性表的特点 对吧 线性表要怎样呢 线性表 线性表要连续 对不对 要连续空间 好了 但是这样的 你可能就用不上了 因为我下回再分配 可能需要分配的是一个连续的长度为5的空间 那我下回可能就在这又开辟了一个5 那这个 是不是就属于我们内存的碎片呢 是这个意思吧 嗯 好了 而刚刚我们讨论的链表是什么呢 链表就是应用你这种碎片 它就 它无关乎于顺序 不是 不是没有顺序 无关乎于位置 它是这样的 放哪都行 这就是一个独立的node 好了 它就具备了 从一个位置 指向另一个位置的条件 我就能找到你 你能找到他 哎 你就能找到他 哎 他呢 还能找到下一个 对吧 我要找到你 好 证明咱俩是上下级的兄弟 是吧 哎 然后再继续 你又找到他 哎 咱们又是上下级的兄弟 再然后 他找到他 好 空间不要求连续 发现了吗 嗯 这就是下标0 下标1 下标2 下标3 下标4 下标5 哎 空间不要求连续 但是因为空间不连续 所以 我才能散列在各个的位置 对吧 如果我散列在各个的位置 我空间 我还得找得到 那我怎么找 我本身不是一个连续的空间 我还想从我 这里找到下一个 再找到下一个 再找到下一个 怎么办 我就得知道下一个是谁 所以我得记录你的地址 而我记你地址的方式 就是持有一个no的对象 当中存了你的地址 然后你找到他的方式 也是持有一个no的对象 然后记录一个地址 所以就会有了什么 next的 哎 我需要next的找到你 你需要next的找到他 那反过来呢 基于站在他的角度 他需要next的找到下一个 但是他同商需要previous 找到上一个 对吧 链表吗 从前往后找 对吧 当然也具备什么 当然也具备从后往前找啊 所以从前之后 从后至前都可以 那 这就是链表 这就是链表 体会体会 对了 如果第一个 想找第三个 必须得通过第二个 线性表是数组吗 这话不能这么说 得反过来说 应该说数组是线性表吗 是的 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数组只是一个线性表 结构的载体罢了 对吧 你不能说线性表是数组 你得说数组是线性表 线性表有很多方式 是吧 数组只是其中之一 这么理解 一个大一个小的概念 是吧 好了 链表 我们就通过画了一张图 对吧 对他有一个结构上的理解 好 他既然是这样的结构 自然就意味着 他的特点将发生改变 什么特点呢 增山快 但是他查询吗 就像刚刚同学问到的 是吧 第一个想要找第三个的话 怎么办 必须得通过第二个 因为第二个才能找到第三个 对的 因为他们是两两之间彼此关联 就像过去的什么呢 过去抗战年代的这个 是吧 地下工作者们 都有一个直接上级 上级的上级是谁 没人知道 对吧 只有上级知道 所以我要想退报上级 我就得怎么办 我 我是一个工作者 是吧 我找我的上级 我的上级呢 再找上级 是吧 我记得我开篇第一天的时候 我是不是给大家说了一个 那个风声啊 风声里边的那个 那个小梦 是吧 那个顾小梦 他的上级是谁呢 他的上级是 老鬼 对吧 老鬼 他就只知道老鬼是 对吧 老鬼的上级是谁呢 是老枪 谁能知道老枪是谁啊 对吧 老枪是谁啊 小梦是不知道的 这个关系不行 他必须得通过老鬼 老鬼也知道 他的上级是谁 所以老鬼知道 他的上级是谁 也知道他的下级是谁 这就叫next 这就叫previous 听懂这意思了吗 听懂这意思了吗 走了 如果上级牺牲了 下级就断了呀 是的 所以我们的内存结构 只要是节点之间相互有关联 他就不会被垃圾回收 所以呢 他就不会牺牲 好吧 老鬼挂了 别闹啊 这个结构有关联 就意味着 是不是我们这个关联性还在 我们的对象还有效 所以他就不会被垃圾回收掉 他不可能说回收中间的某一个 听懂这意思了 走了 对 需要某个节点的话 就改在上下级 所以呢 我们通过一张图来看待一下 进而对比不同结构的实现方式 好 array list和linked list 有本质的区别 结构上就有很大的差异 最大的差异体现在这 你看 这是线性表 对吧 而list当中是这个这个这个数组 数组就是线性表 一串连续的空间 哎 现在你存了若干个值 你要想往里边再放一个新值 比如说 读到了这样的一句话 list点什么呢 add 5 下标5的位置 要放一个新值 是什么 是g 那么他要做什么事情 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首先 他是不是得把这个f给他挪过去 对吧 进而再把g插过来 是这样的意思 对不对 好 所以从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能体现一个事情 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这有个游标 你要想查询的时候 你就向右移动 向后移动 对吧 哎 有 你查一 就往右移动一次 你查二 往右移动两次 你查五 往右移动五次 所以他的查询效率非常之高 对吧 但是他的插入或者删除就麻烦了 你插一个 是不是你得先向后移动元素 再往这里插 对吧 你要是删这一个 你是不是意味着所有的都得往前移动一个 你才叫删了 因为他要求空间连续 所以我们说 对于像线性表的 这个数组 包括使用线性表数组实现的耳利斯特 他的特点就是什么 查询很快 但是增删很慢 那么link的利斯特 就是跟他一种不一样的特性 他是颠倒过来的 他查询有点慢 你想一想 我要想在这去查下标四 我得咋办呢 你放心 谁知道下标四的地址 只有两个对象知道 一个是下标三知道 一个是下标五知道 对吧 他的下一个next的记录了地址 他的pervayers记录了他的地址 所以呢 我要是想从link的利斯特来查找他 我只记了俩值 一个叫什么 first 还记得吗 我说link的利斯特有一个属性叫做first 还有一个是什么 last 我要么就是从前往后找 我要么就是从后往前找 好了 那假设我现在想找的是这个 我无论从前往后还是从后往前 我都必须要经过首个链 这个链接的节点 或者是最后一个链接的节点 那么好了 我要想找他 我就得通过他 找到这个 通过他找到这个 通过他找到他 OK搞定 又或者反过来 我通过他找他的上一个 通过上一个再找到他 反正你得有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说 这个链表的查询会很慢 听懂了 他查询就慢吗 对吧 但是他增山可就快了 你想想 比如说我这有list点add 什么意思 我要在下标五的地方 插入一个心值 好了 谁是下标五 随便开辟一块空间 我并不需要空间连续 所以他就会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第一 开辟一块空间 然后呢 存上了一个g 第二 他就会与 前后两个节点进行关联 所以呢 你看这 再看一眼这个动画啊 看他改变的内容 原来4的next指向谁 指向f对不对 或者说e的next指向f 那么当你插入一个心值g g之后 在他们两个之间 那他要做的事情 就是开辟一块空间 对吧 开辟一块空间 存上一个g 再然后 他会在四和五之间 断开这个关联 由e指向他 由g 再指向他 所以呢 我这就是在内存当中 找块地方 存了个值 然后呢 我的下标变五 把后一个下标改六 我跟你关联 这样是不是就插进去一个值啊 我要不要像书组一样 说我去挪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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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了 比如说往这插个值 对吧 我得怎么办 我得把这挪啊 这个这个 往这插个值 我得把它往后挪 这再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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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终于挪出来了 放进去了 看懂了吧 他们的插入的这个时间 插入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谁更快呢 他更快 那也就是说 链表的插入更快 但是查询慢 反之呢 线性秒的查询快 但是登山慢 好了 归纳一下 就这么两句话 所以这两个是一种对比的关系 对比的关系 Arelist必须开辟什么 连续的空间 LinkedList无需开辟连续的空间 那他的这个空间开辟要求就会高 对吧 你用不了碎片空间 而LinkedList是可以的 碎片空间你也可以用 你也可以用 只要能存得下这个对象 对吧 好 再接着 ArrayList 金鱼是连续空间 所以他查询非常快 但是呢 登山就比较慢了 因为他要来回的移动元素 好 LinkedList这不然 他查询虽然慢 因为他分布在整个内存的各个位置 对吧 所以呢 想找 必须得通过两者的这个节点关联来去找 所以他查询就慢 但是他增山就很快 你随便找个位置 开辟一块空间 然后就关联前后二者就搞定了 那对标这二者的区别就一件空间 好了 那么将来我们的使用呢 你就要结合需求 还是要回到需求的概念 你要结合需求 你的需求是什么 如果你的需求是存储一块 存储一堆值 然后呢 我经常查他 很少对他做改变 你就用ArrayList 如果你的需求是 我存完了之后 我很少查 我就是用他一会增一会删 一会增一会删 那你就用LinkedList 体会体会 看看大家的反馈 好 我刚刚都说什么了 有鬼 你们脑洞特别大 就是我一说 你们马上就能联想 进入代入角色 你知道吗 插入一个创建一个对象吗 插入一个 就创建一个对象吗 创建一个node吗 对吧 因为刚才我们是不是看过呀 在这 当你调用add方法的时候 在这里 是吧 当你调add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会到这边来 去执行add方法 add方法会调一个叫做LinkedList 方法 这个方法内部 是不是就帮我们 根据你传入的值 这个e 构建了一个节点 这个节点叫node node 对吧 把这个节点就会 放到哪 放到这 最后一个 就是你新插入一个值 他默认帮你放到最后一个去 然后size就加加了 对吧 就表示原来 这是一个链 对吧 这是一个链 然后呢 你这插入了一个新节点 给了一个值 他帮你在内存当中 node了一块空间 再然后呢 把这个空间 放到我链表的最后一个 不过他要与前面的一个做先后的关联 对吧 这就讲是插入了一个 然后最后的那个一定是在 哪里呢 next 对吧 下一个的意思 下一个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的什么last 所以你了解了这个 你再读这段代码的时候 就好理解了 对吧 好了 看看大家 还有什么反馈 体会体会 嗯 对 所以查询嘛 对的 好 pervious也得改 没错 一共改 改的信息嘛 是吧 前一个节点的要改 后一个节点要改 因为关联发生了变化 对吧 你的上下级发生了变化 那就意味着就像我们的 这个工作当中 上下级的发生了变化 你的汇报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对吧 你你手机电话本上 那个领导二字 存的电话号码 可能就从张三变成李字 对吧 所以你肯定要改 各有千秋 对了 怎么老是鱼熊掌 小孩子才做选择 对 你都要 是吧 鱼熊掌指的是 在某一个句话场景下 你要做判断和选择 为什么我们的程序 会有优劣的区分 为什么有些人写好的代码 就称之为优雅 是吧 性感 那不就是因为 他在去选用工具的时候 他的判断 都是那么的合理和准确 对吧 用哪个都能解决问题 我没说吗 任何一个问题 都有两种甚至以上的 两种以上的解决方案 那他终归有一个相对而言交好的 对吧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好了 我不是还需要查到 4的next进行修改吗 是的 就是必要的修改 还是要改的 因为你插入一个新的节点的时候 他就在帮你改吗 对吧 他就发生了变化 你看他自己就是last 然后他就会关联自己的first和last 对吧 他就帮你改了 所以这一个操作就全有了 如果有又快又稳的程序 就不用学数据结构和算法了 也不用分析时间空间和复杂度了 实质上来讲 现在这些也就够用了 现在这些也就够用了 这是概念 对吧 没有人需要我们自己去写算法 对吧 其实这就是一些概念 把这些概念明确了 实际上将来 你就够用你的 在你的编程领域当中 至少几个主要的是吧 你明确了就OK了 效率安全 时间空间会一直对立存在 对了 咱们的现纲同学说的 这个非常对 效率和安全 这是这是两两的碰撞 知道吧 你必须二选其一 时间空间也是由我们自己来平衡 没有说又安全 然后呢 效率又高 然后呢 时间就是效率 是吧 时间也是效率 然后呢 用的内存也少 效率还快 这个没有 不存在 所以我们都是在这种两两的这种拉扯指标当中去达到一种平衡 达到平衡 好了 全都要 那就全给你 都给你拿去 是吧 JDK的所有版本你都拿走 所有的原代码你都拿走 主要是 是吧 用的时候也就用一个 也就用一个 OK 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 实质上我们就把link的list的一个原理 是吧 我们就说明白了 还是这样 你要一定要清楚不同结构的实现方式直接关乎于性能 对吧 关乎于性能 那么 比如说我们要解决一个需求的时候你要用错了工具 这就尴尬了 对吧 明明是一个查询非常频繁极其频繁的场合 你用了link的list的会让你的效率大大的降低了 对吧 当然大家回去测嘛 是吧 你往这里存 对吧 循环的往里存 存一万个对象 然后呢 你每次都去访问 对吧 访问第五千 啊 五千个 第五个 第五千个 就访问中间的那个 你看看时间 你在用它 是吧 也创建 循环创建一万个对象 然后你也访问五千 你是不是可以用纳秒的那个测一下 对吧 然后呢 你再做增筛 你再看它的时间 是吧 你就会发现二者的性能上确实有区别 那么你的场景直接决定了 你到底用这个工具还是用这个工具 但是这两种都有 对吧 结合你自己的需求 风简尤人 是吧 好了 那回到我们的上页 是吧 哎 我们把这个 哎 这 是不是对我们的link的lease的一个总结呀 对吧 链表结构实现 然后呢 增山块 查询慢 这个一定要明确 那么它和谁对标呢 一定是合格 我们刚刚这个 数据啊 数组结构存储 是吧 链表结构存储 是和这两个 数组结构存储的去对标 比较什么呢 比较查询和增山的这个效率啊 它是查询慢 但是增山快啊 具体细节 是吧 这里呢 我就不写了 然后这张图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呢 我把这张图给大家写下来 是吧 直接贴在这 就算是对两种不同结构的集合 是吧 做了一个统结了 接下来 贴在这 加个变框 改小点 太大 好了 这就等于对 我们现阶段 list下边的三种实现类 对吧 其中两种是什么 数组结构 其中一种是 电表结构 然后对他们 这样的一个 对吧 结构上的对标 放到了这里 放到了这里 去体会 是吧 当然这个截图 接下来 可能就不太好看 是吧 因为这个动画效果 这样吧 我播放下 再结一张图 不然的话 现在看着有点 有点乱 看点事 播放效果下 哎 哎 你看这种情况下 我再结一张图 好 拿过来 在这 递换 嗯 天空 找到了 找一点啊 好了 你看 这个情况下 是不是看得更清晰啊 可以了吧 好了 呃 从应用的角度 实质上 link的list 是吧 没有什么大的区别 啊 还是那句话 所有list的接口 所定义的方法 link的list都有 你通过接口引用 调用就好了 对吧 比如说下面的一些 一系列的相关方法 ll.remove啊 对吧 啊 删一个下标1的值啊 ll.什么呢 点这个 啊 clear啊 是吧 又是ll. 嗯 还有什么呀 啊 size啊 对吧 还有什么 ll.这个 呃 什么 is empathy啊 哎 等等啊 我就不一一的列举了 用法都一样 对吧 因为我们是面向谁阶程呢 我们面向的是接口编程 你注意 你面向的是list的这个接口编程 至于它后边指向的到底是link的list也好 还是arraylist也好 还是vector也好 你都面向list的编程就可以 所以你调的方法都是站在接口的角度 要用接口中所声明的方法 那么也便于我们后边说 这块是不是可以直接替换成其他的呀 换成arraylist啊 或者换成vector都可以 对吧 所以面向接口 好了 那今天的内容呢 不算多 是吧 不算多 问问大家看看这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看看大家这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问题呢 可以聊一聊 咱们沟通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呢 可以给我一个反馈 是吧 思维导图的内部类和object类没写 是吧 我给忘了 行 那我回头 我偷偷补上吧 卡了 别闹 一到这点 一到要留作业的时候 你们就跟我说卡 视而不见 来看看我们的客后席题 第十章了 是吧 第十个客后席题了 当然这里边没有几个能 做不了太多 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放宽心 放宽心 我们看看能做啥呢 这个没 不能做 对吧 现在我们只讲了list 然后下边的 这list可以做 第二题 是吧 list相关 然后第三题 list相关 第四题side 有side 是吧 好 这个不做 23是吧 23可以啊 好 第五题 可以做 235 好 235 第六题 不能做 哈希的 是吧 side的 235 可以做 67不行 8不行 9不行 10不行 好 就235 就三道题啊 太简单了吧 果然 好了 只有三道题 算你们走运 哈哈 算你们走运 作业 作业 question 下面的第十章 是吧 2 3 还有5 三道题 三道题 加上什么呢 加上我们现在的 这个课堂案例 课堂案例 好了 看出来了 我侧面我就看个掌声了 哇 高兴啊 哎呀 今天又作业少啊 真高兴啊 真幸好 哈哈 好了 235 235 算道题 行吧 今天把这做了啊 然后 对于我们的 我给大家留一个 除了课堂案例以外啊 我建议大家 是吧 追一下圆码 追一下圆码 对吧 啊 更 透彻的去 理解一下 对吧 哎 这些 实现过程的差异 啊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啊 还是有必要的 也许明天我就还会 第一个出一个两个题的 我会问一问大家啊 明天咱们再说哈啊 好 这个不多了啊 追一下圆码 看一看吧 对吧 尤其是node这一块 肯定刚刚 在 这个node节点 这个环节 是吧 呃 node呢 哎 我这儿跳过来 这个私有静态的内部类 啥意思 对吧 然后当中为什么是三个 成员 对吧 一个object的两个node 对吧 甚至有一同学还会绕呢 说哎呀 node里边怎么还持有一个自己类型呢 啊 可能还会绕这个 然后构造方法 对吧 你去体会什么 你去体会当你加一个元素的时候 add的时候 不是这个是吧 这是link的list 不是add 呃 不是这个add啊 这儿呢 就这个无参的 不是无参的 一参的是吧 哎 你看一下人家定义的这个link的last 就你就把这个给我看懂了 我跟你说 你就赢了 知道吧 你能把这个东西看懂了 这个链表结构 你将来自己就能写 啊 你自己就能写 所以去体会体会啊 去体会体会 好了 就这么多 可以吧 啊 好 最后 有问题吗 啊 作业啊 还是咱们今天的特题啊 还是等等 老师在四和六之间增加了新的node 四的后面和六的前面的地址 是不是要随之改变 说的特别对 是的 会要改 当你插入一个新节点的时候 你看一下人家那个方法 他会在内部就帮你都改了 四六之间加一个新值 那么他就会关联上和下 那么四和六之间 原来那个next和perverse都会改变 都会改变啊 好了 看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是吧 那行了 没有大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了 好吧 晚上呢 吃完饭之后赶紧回来练习 有问题呢 咱们在群里交流 可以吧 嗯 哈哈哈哈 王民率先发了一个人 发了一个大火箭啊 那好吧 嗯 那今天咱们就这样 对吧 明天见 拜拜 安排 哈哈哈哈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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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